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针对陈时中部长今天的发言 认为没有3加11的破口 3加11的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社区 我想这样子的发言是睁眼说瞎话 民众党团早在6月初就向监察院提出调查申请 陈时中部长选择在监察院还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对外有这样的发言 我们合理的怀疑有两个情形 第一 如果监察委员还没有约谈陈部长 陈部长这时的发言就是刻意在带风向 企图影响调查的方向 二 如果监察委员已经约谈过陈部长 而陈部长这时又提出这样的发言 包含日前范云委员脸书的付出 这一系列的节奏 可以合理怀疑民进党掌握的行政立法 以及监察院是不是合谋来为这样子的政策来去做洗白 接着在临时会成立的行政院三加十一调查小组 要三个月内启动调查也还没开始进行 陈部长就对外有这样的发言 我们也是合理的怀疑这是在带风向 最后陈部长在当时回复我的咨询的时候 以暴力之气来说这个决策他负责 甚至非常的生气说没有会议记录 不然要怎么样 看起来现在不像是完全负责 而是在完美甩锅来去做一个铺牌